以赛亚书 以赛亚住在以色列国晚期的耶路撒冷 他代表神向耶路撒冷和犹大的领袖讲话 他最先讲的是神审判的信息 他警告以色列那些败坏的领袖 他们违背与神力的约是要付代价的 如果他们继续败偶像并欺压穷人 神会陆续使用亚书帝国和巴比伦来审判耶路撒冷 但这个宣告也带着一个充满盼望的信息 以赛亚深信神有一天会实现他所有立约的应许 就像萨姆尔记下第七章记载的 神会从大魏的后代中兴起一位君王建立神的国度 他会带领以色列民遵守在西奈山立约的律法 也如《出埃及记》第十九章所写的 神的赐福和救恩会借此向外扩展到万国 就像神在创世纪第十二章对亚伯拉罕的应许 正是这个盼望促使以赛亚在他的时代发声 公开反对以色列的败坏和偶像崇拜 这卷书的文学结构比较复杂 但有一个简单的方法能帮助我们了解 一到三十九章包含三个主要部分 通过以赛亚对以色列受审判的警告展开 全部指向第三十九章结尾记载的事件 就是耶路撒冷沦陷 百姓被掳到巴比伦 但一到三十九章也包含了一个有关盼望的讯息 百姓被掳之后 神立约的应许将会实现 四十到六十六章继续讲这个带着盼望的应许 在本段视频中我们集中关注一到三十九章 第一部分记录了以赛亚对耶路撒冷受审判 和仍有盼望的意向 先知书役开头 以赛亚指责城中的领袖违背圣约 拜偶像不公义 因此神说他要派列国攻打以色列 审判耶路撒冷 以赛亚说这场审判好像烈火 会炼净以色列的渣子 建造一座新耶路撒冷 里面住着悔改并回转向神的渔民 以赛亚说当神的国降临时 万国都会来到耶路撒冷圣殿 认识神的公义 带来一个世界和平与和谐的时代 旧耶路撒冷经过审判被炼净 成为新耶路撒冷的故事主线 这些将在整卷书中被反复强调 并且被不断完善的细节补充 这一部分的核心是以色列在一个 灰红的意象中看见神坐在圣殿的宝座上 天上的活物在神的周围环绕 高呼圣灾圣灾圣灾 以色列忽然意识到他和以色列百姓 多么的不洁 他认为自己一定会被神的圣洁所消灭 然而却并没有 神的圣洁以烧红的炭触碰他嘴唇的方式临到 不是要消灭他而是洁净他的罪 以色列正在默想这场奇异的经历时 神给了他一项异常艰巨的任务 继续宣告即将到来的审判 因为以色列已经到了一个无法回头的临界点 只是他的警告会让百姓的心更更硬 但以色列信靠神的计划 以色列就像一棵被砍倒的树 只剩下一段树桩 树桩被烤焦焚烧 但是燃烧之后 神说这段被烧成灰烬的树桩 还有一根圣洁的苗翼会存活到将来 这是一个带着盼望的小小象征 但圣洁的苗翼指的是谁 或者是什么呢 这部分余下的内容提供了一个答案 以色列去迎接亚哈斯 他是大魏的后代以及耶路撒冷的君王 而以色列宣告了他的败落 神说亚述帝国会首先讨伐以色列 摧毁毁坏他的土地 但是仍有盼望 因为神对大魏有过应许 所以这次毁灭之后 神要拆派一位新君王 名叫以马内利 意思是神与我们同在 以马内利的国度会解放神的子民脱离暴力压迫的帝国 以色列描述这位将来的君王 就像从大魏家的老根发出来的一条嫩汁 它就是第六章所指的圣洁的苗翼 这位君王会被神的灵赋予权柄 统治新耶路撒冷 为贫穷人带来公义 列国都会来寻求这位米赛亚君王的指引 他的国度会更新万物并带来和平 现在看完了一到十二章 我们对以赛亚关于审判和盼望的信息 有一定的了解了 但这些事什么时候会发生呢 以赛亚看到亚述之后又兴起一个帝国巴比伦 他攻打并成功的摧毁了耶路撒冷 这就引出了本书的下一个部分 这部分以一组诗歌开始 描述了神对列国的审判和赐下的盼望 先是巴比伦和以色列邻国的没落 以赛亚看到有一天亚述会被巴比伦打败 而巴比伦是一个更加骄傲 破坏力更强的国家 巴比伦的君王声称他们超越所有的神明 因此神启示要让巴比伦灭亡 不只是巴比伦 以赛亚还点名批评了以色列各个邻国 指责他们同样都很骄傲 不公义 并预言他们最终都要毁灭 但别忘了对以色列来说 神对以色列和万国的审判 并不是最终的结局 下一个部分的内容中也包含一组诗歌 讲述了两座城市的故事 有一座高耸的城 高举自己超过神 变得败坏和不公义 这座城是叛逆的人类的原型 描述它时 以色列用前面用来描述耶路撒冷 亚述和巴比伦的词句 但把它们放在了一起 这座城注定要毁灭 最后被新耶路撒冷所取代 在那里神将作王 统领他从列国赎出的人 在那里不再有死亡和痛苦 这些章节是本部分的高潮 表明以色列传讲的信息 远远超越了他的时代 这些信息是给所有等候神的人 他们在等候神 公义审判那些暴力压迫的王国 并建立一个充满公义 和平与医治的爱的过渡 下一个部分重新关注的是 耶路撒冷的兴衰 开始仍是一组诗歌 以色亚指责耶路撒冷的领袖 投靠埃及 妄图借埃及的军事保护 去对抗亚述 事实上这样做只会适得其反 以色亚提醒 只有信靠神并悔改 才能拯救以色列人 接下来是讲述耶路撒冷王 西西加的兴起 这个故事就说明了这个道理 就像以色亚预言的那样 亚述军队上来攻打耶路撒冷 西西加在神的面前谦卑 祈求拯救 于是这座城奇迹般的 在一夜之间得到救助 但西西加兴起之后 不久就堕落了 他接待巴比伦的使者 为了打动他们 把耶路撒冷的国库 圣殿和王宫里的所有财宝 都展示给他们看 他如此用心 显然是为了建立另一个政治联盟 获得对方的保护 以色亚听说这件事后 当面指责西西加的愚蠢 他预言 巴比伦这个盟友 有一天会背叛他 并攻占耶路撒冷 列王记下第24到25章 记载了这段历史 印证了以色亚的预言 一百多年后 巴比伦攻打耶路撒冷 摧毁了这座城和圣殿 并掳走以色列人 流放到巴比伦 以色亚在1到39章 宣布神将要进行审判的所有警告 到这一刻都已经照他的话实现了 这证明他是一位真先知 要知道神审判的目的是要捷径耶路撒冷 并把圣洁的苗义和弥赛亚的国度 带给万国 这个盼望将会在以色亚书后半部分继续探讨 以色亚书1到39章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以色亚书 上一集讲述了1到39章 以色亚宣布耶路撒冷要经历审判 但仍有盼望 他指责以色列的领袖背逆神 警告他们神的审判会通过亚述和巴比伦领导 并摧毁以色列 在第39章 以色亚预言耶路撒冷会被巴比伦攻破 百姓流亡 果然 100多年后 这些预言都悲惨的实现了 不过 以色亚宣告的最大盼望 是将来会有一座圣洁的新耶路撒冷 在那里 神的国度会通过未来的弥赛亚君王重新建立 国与国和平相处 40章和后面的内容都在探讨这个伟大的盼望 40到48章开篇 以色亚宣告了对以色列的盼望和安慰 就是百姓在巴比伦的流亡生涯结束了 以色列的罪孽除去了 一个新时代开始了 百姓要回到故乡 耶路撒冷 神会亲自临到他的国 万国都要看到他的荣耀 等等 先停一下 这个开场告白带来了很大的问题 这些事都是谁说的 这些充满盼望的消息是谁带来的 这里出现的应该是流亡时期之后的先知视角 换句话说 他讲述的是以色拉尼西米时代的历史 而以色亚早在150年前就去世了 对这样的时间错位 应该如何理解呢 有很多人认为 这是以色亚活着的时候说的 只是他在预言中穿越了 对未来的200年发言 向未来世代的人讲话 就像那时流亡时期已经结束了一样 不过对此 以色亚书还是提供了一些线索 当时可能发生的事记载在8章 29章和30章 以色亚被以色列的领袖拒绝后 他书写并用卷轴封存了 关于审判和盼望的信息 然后传给他的门徒 以便流传后事 后来以色亚去世 等候上帝证明他的预言是真的 还记得吧 早在1到39章中就能看到 以色亚关于审判的预言 已经在流亡中实现 这说明他是一位真贤侄 所以流亡结束后 那些一直珍藏他的预言的门徒 就打开卷轴 向当时代的人宣讲 以色亚关于盼望的信息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 以色亚书包括以色亚的话 和先知门徒的笔记 这些都被神用来扩展 以色亚带给未来世代盼望的信息 无论最终选择哪种观点 读者都会同意 这几章里宣告未来盼望的日子 已经来到 神实现了以色亚的先知预言 所以先知盼望以色列能回应神 成为神的仆人 在历史中经历了神的审判和怜悯后 他们现在能够在列国中 为神的真实做见证了 但事实并非如此 以色列非但没有在列国中 为神做见证 反而抱怨 甚至指责神 他们说 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 我的冤屈 神并不查问 可以理解 在巴比伦的流亡 让以色列人失去了对神的信心 他们觉得神好像没什么能力 可能巴比伦的神要更强大一些 因此 接下来的41到47章 就像一个庭审现场 神用下面的辩论 回应了这些疑惑和指责 第一 把百姓流放到巴比伦 并不是神忽略了他们 而是精心安排的一场 对以色列的罪的审判 第二 为着以色列的缘故 神兴起波斯 征服了巴比伦 这样 他们才能返回故乡 实现以赛亚的预言 所以 以色列应该得出的正确结论是 他们的神是掌管历史的王 而不是列国的偶像 透过巴比伦的衰亡 和波斯王居鲁士的兴起 以色列应该看到神的手在工作 因此 他们要成为神的仆人 并告诉列国 神究竟是谁 但是在四十八章快结束时 以色列人仍然和他们的祖先一样悖逆 内心刚硬 神就取消了他们做仆人的资格 但神仍要履行承诺 赐福万国 因此 坚持说 神将要做一件新事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把我们带进下一个部分 四十九到五十五章 先知介绍我们认识一个人 他被称作神的仆人 他将完成神的使命实现以色列没完成的事 神赐给这位仆人一个称呼 叫以色列 给他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帮助以色列百姓回转归向神 第二项就是成为神在列邦的光 神的灵赋予这位仆人权柄去宣告好消息 并把神的国带给万民 这听起来很像九章和十一章中提到的那位弥赛亚君王 然而我们却看到 这位仆人用一种令人惊诧的方式带来神的国 他将被人弃绝 鞭打 最终被他的子民杀害 事实上 他被指控并判处死刑 他的死是因他代替了子民的罪 先知说 这位仆人的死是为了人的罪和悖逆献上的赎罪计 然而他死后又出人意外的复活了 这部分以人回应这位仆人的两种方式而结束 一种人会谦卑的回应 转离自己的罪 接受神的仆人为他们所做的事 这些人被称为众仆人和后裔 就像第六章提到的圣洁的苗义 这些人会经历到弥赛亚国度的赐福 另一种人被简单的称为恶人 他们拒绝这位仆人和他的众仆人 由此进入以赛亚书最后的部分56到66章 在那里众仆人将承受神的国 这些章节被设计成了优美的对称结构 汇聚了这卷书的所有主题 最核心的部分是三首很美的诗歌 描述了神的灵赋予他的仆人以权柄 向贫穷人宣告神国度的好消息 他再次确认这卷书先前提到的关于盼望的应许 神的众仆人住在新耶路撒冷 神的公义慈爱和赐福将从那里流向世界各国 围绕这三首诗歌的是两篇很长的悔改祷告 众仆人承认以色列的罪 他们为在世上各处看到的邪恶感到悲伤 所以他们祈求神饶恕那些人 并求他的国降临在地上如同在天上 在这两篇祷告的前后有一组诗歌 对比众仆人和迫害他们的恶人的命运 神说他要审判那些用邪恶 自私和拜偶像污染美好世界的人 他会把他们永远地赶出城 但那些在神面前谦卑悔改 并转离罪恶的仆人必备赦免 并留在新耶路撒冷 在那里是一副新天新地的景象 永远没有痛苦和死亡 这把我们带到了这卷书最外围的框架 在神国的新天新地里 万国万民都接到邀请 加入神立约之家的众仆人当中 每个人都会认识他们的创造者和救赎主 所以以赛亚书的结尾是一幅宏伟的蓝图 神将实现他所有立约的应许 透过这位受苦的仆人与君王 神创造了一个涵盖万国的立约之家 每个人都盼望等候神公义的审判 和新天新地的到来 神的国最终会在地如同在天 这就是以赛亚书中那个充满能力的盼望 也是以赛亚书的经意 优优独播剧场上